请朋友吃份印度路边的煎饼 品尝印度三哥首部的独特风味 手汗味浓厚 手臂上不小心脱落的手毛 成为煎饼内嚼不断的肉粽 饼是真的饼 敢吃的也是真的有饼 所以你千万不要吃 但必须请你的朋友品尝 在煎饼前 只见老哥往一个红桶中 洒入适量干面粉 桶中装着的是发酵一碗的面粉糊糊 洒入干面粉后 便已将右手伸进红桶中搅拌消泡 经过三哥的搅拌 桶中的面糊明显感觉减少了许多 刮掉手臂上的面糊 将其转移到一个不锈钢盆中存放 往平底锅洒入一点水 以瞬间燃起的火花来判断锅的温度 温度达到 便可把面糊舀入平底锅中 摊成一个个小饼 接着将洋葱与番茄切成小丁 平铺到小饼上 继续取出一块黄油 分割成小块到平底锅的空闲处 黄油经过加热融化 冒出一些白沫 不必担心 你朋友吃完也会口吐白沫 小饼底部煎至焦黄 便可进行翻面 黄油在小饼的中间 咕嘟咕嘟冒着泡泡 不是很诱人 接着将小饼再次翻面 你就会发现 还有更不诱人的来了 将煎的微焦的小饼 铲入盘中备用 老哥头顶一个不锈钢 捅朝小摊走来 捅中装的是香菜 磨合 打算一起混合打成的酱料 将其倒入盆中 撒入适量香料 加入恒河水 搅拌稀释 往餐盘抓住一个煎饼 搭配上一碗蘸酱 便可递给上钩的顾客 拉人 走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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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